高雄县市合并届满一周年了 市长陈菊的施政满意度高达7成5 尤其是对观光休闲 公共建设特别满意 高雄县市合并届满一周年 市长陈菊选在凤山行政中心 开记者会满怀感谢 我县市合并以后 让我们大高雄资源 我们土地的资源 产业的资源 人文的资源 我认为这个都是我们的优势 我非常高兴高雄 是一个多元族群 非常美丽丰富 系数过去一年来的施政成果 民众最有感受的就是 休闲观光以及公共建设 尤其是成功把农产品 外销到国外去 发展休闲观光 让传统的农业县产业升级 还有交通建设 无缝接轨的交通路网建制完成 未来还有四大公共建设案 要一一落实 启动亚洲新湾区的计划 世贸会展中心 奉商计划 钢山产业生活圈 齐山点亮 百年三成的计划 要带动这些区域的发展 75%的市政满意度 市长陈菊 希望市民继续用热情支持 用更高的标准监督它 让高雄市更脱胎换骨 中天新闻高雄众博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